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靖王 陈淑宝到底是当今南朝的皇上 你能够从江北偷渡来看我 作为一个女人 我已经够了 我已经很感激你的心意了 江北人在船上 皇上 不好了 是皇上来了 马上要上船了 那怎么办呢 我绝对不能让他看到 皇上 丽华 你一定要等我 我会来接你的 朕为了你将皇后打入冷宫 你说朕还有哪一点对你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背着我 去跟一个小小的靖王优惠 为什么 皇上 你还没有想起来 我还要帮我 你还要帮我 我还要帮我 我还要帮我 我就是我 慎有戒心, 我肯松口 臣妾, 心结如焚 皇上 赐华当真 皇上 臣妾逃出, 杨广手上有几十万大军 朕要问出, 杨广是否有所行动时 皇上驾临 杨广水灯而赤 皇上 皇上 爱妃啊, 爱妃 朕就知道已不会背叛朕 丽华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求父皇让我亲自领兵出征吗 为的就是你 我曾经发誓 我要从陈书宝的手里把你夺过来 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梁广 领了五十一万八千大军 分六路进攻南朝陈国 当时负责攻打建康城的将军名叫李渊 打破各位 是 就走 快 快 看 Rox 建康城打得好激烈好危险 皇上今天晚上宴会中央管着什么敌人攻城 去去去去去 建康城告急 而陈后主还在凌春阁里 拥着当时天下最美的女人张丽华 通宵达胆地歌舞着 徐大人 什么事 仅奏起皇上陈徐子界又中了军情残报 你没瞧见皇上正在忙着吗 事关国家存亡也无不得 徐大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皇上最忌讳的就是报忧不报习 结果眼上你要我给你报这个 建康城 建康城交破了杂人 就是杀进宫来了我也不能给你报 国家就是给你们这些尖尼给亡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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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 徐子界 你说 究竟怎么回事 皇上 建康城 就要破 什么 什么了 不 不 不 皇上 皇上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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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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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前面大人 奉金王杨元帅之命 速入找到美人张丽华 尽速送回行园 发现惹离我本战手工 大家听好 把这口锦给我填了 是 不能填 快放绳子帮我们拉上去 下面什么人 我是皇帝 上来还来得及 不要着急 好 拿绳子来 是 把他拉上来 皇上 将军 来 快帮我们拉上来 妾身张丽华见过将军 请将军把妾身带去见杨元帅 为什么 妾身与晋王原是旧事 这次他来一定有心与妾身画旧了 表兄 听说你在朱雀门外连发三十二剑射到三十二人才得以破诚 真是了不起 这都是元帅的战略成功 以及高大人的指挥得当 才有今日的战果 我心爱的张美人呢 他在哪 带上来 这是什么 是张丽华的首级 你们把张美人杀了 是谁 是末将 你凭什么杀他 你难道没有接到我的命令 命令只是将张丽华带回行园 并没有指名死活 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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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个死女人干什么 你这不是存心跟我作对吗 攻破健康进入皇宫 你们的精英财宝 零罗绸缎 真妻古万 俊男美女都任凭你们 我身为主帅 我只要这么个女人 你不但不遵心命令 还把她杀了 人头带回来起义我 李渊 我不知道你存的是什么心 我们还是至亲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元帅 李渊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下令杀他们的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下这个命令 高雄 为什么 元帅应当记得江太公斩杀打几的故事 如今下官同样不想让张丽华这个托汉 来蛊惑元帅 我杀了你们 我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我杀了你们 给你们 至少 我杀了你 陆帅 我杀了你 ете 你 不知道 我盼望了多少个日子 总算盼到了今天了 你们却把他给杀了你们 你们给我一个死人头 我要你们把他还给我 把他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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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 林 林 你不要难过 说我对不起你 林华 你放心啊 我会用高中全家的兽计 来击败你 还有李渊 尽管他是奉命行事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林华 我对不起你 林华 我对不起你 林华 好 杨广由晋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高中被杀 连儿子也冲了军 只有幸运的李渊不但没有事 还成为了封疆大力 李渊长子 李建成 李渊四子 李世民 李渊四子 李元吉 今天的规矩是每个人久之见 不得损 不得失 以猎物多者为胜 宴见 是 你 Kardash 姐夫 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这么多年来 这三个孩子都是我带大的 我算是半个娘 你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性质 我是想让他们知道 要得到任何东西 要靠自己努力的奮鬥 世上沒有一樣東西 會從天上掉下來 姐夫, 你要三思 好了, 你不要再說了 上馬 開始 驾… 你再說了 你再說了 走… 我來講 好…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今晚中… 我來講 你怎麼回事 我來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暨凌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先去看看 什麼? 這個 公主姐姐, 有一隻烏鴉被射落 這是射他的箭 是謎 好了不起喔 一箭貫穿喉嚨 不知道射箭的人是甚麼樣的人物 我可以告訴你 是個年輕氣盛, 浩高霧遠的人 是個年輕氣盛, 浩高霧遠的人 街上可有名字 所以公主姐姐认识她 名字是有 可是我不认识 大胆 什么人竟敢撑撞黄掉拦架 各位 你们看到我射落的乌鸦没有 赶快退下 不然一床将罪名打扮 怎么说话如此不讲理 我只找猎物而已 拿下 慢着 坐手 这位公子 公主姐姐要你过去 公主要我过去 请你过去可以吧 好 我真佩服我们公主 说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你家公主认识我吗 就是不认识 可是说得准 我才佩服 不认识我 那他说什么 姐姐 这个人说要他射落的箭和鸟 乌鸦从空中掉落 可能为任何人所射 咱们能知道是他呢 在下李世民 箭上可有我的名字 就能证明是你射的 我射飞瓶有个特点 就是一箭贯穿咽喉 对 那是年少气盛 刻意炫耀技能 一心展露锋芒之人的特点 也许你认为一只飞瓶展翅之时可射之处甚多 为什么偏偏射那难以瞄准的咽喉 我告诉你吧 那是对自己的射箭技能没有把握的人的想法 再说一个有把握的猎人 就是要射猎物的咽喉 才能使猎物免于受伤挣扎的痛苦 你对你做的事情都那么有把握 不错 如果你的容貌跟你的声音一样美的话 我就娶你做我第二个老婆 不过就算你不答应 我也有把握娶到你 这只是个比喻了 因为我听说皇家的公主里面 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美人的 大胆 天下男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 起嫁 不要这样 我看得很疯狼 pos identified 可能要别不当生你 好 好 好 来好 可恶 你说那个李世民可不可恶 可恶透了 即使太可恶了 他竟然敢说我们公主姐姐你不美 对呀 他还让我做他的小老婆 把我给气死了 公主姐姐 我说你别跟那种春人生气 老不来的 何尚 他可不是什么春人 只是有点傲气罢了 不过我觉得男人有点傲气也不算是件坏事 公主姐姐 你看有人来了 谁 李世民 他在哪 他在哪 在你心里 他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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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你看 骗人 没有骗你 你看 你看 这是我打的猎物 你们拿去吃吧 我们再逛 伍�武 社长 还有这种事情啊 你不知道事情还多着嘞 还有些人 중요한良人 是吃人啊 你看 那个李世民的清点还真好 你看到没 公主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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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随阳帝杨广登基后浩大喜功 皇上四处巡游 今天来到了山西的焚羊行宫 来 皇上 皇上你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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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奴才不出到公主驾到 带奴才去禀报皇上 不必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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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丽华 你不是丽华 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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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带走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我们也见了他 快点 快点 公主 汪总贵 我父皇呢 皇上 我父皇呢 皇上 我父皇 丽华 皇上 丽华 你真的是我的丽华 是 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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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人 丽华 没有了你 任何的女人对我都没有意义 没有你 我的人生又有什么乐趣 丽华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 要为我杀到李渊报仇的吗 为什么这些年来 你一点都没有行动呢 丽华 我从没有忘记过李渊杀害你的仇恨 可是时机还没有到 请你相信我 丽华 我不会放过李渊的 这话我早就听够了 一开始 说什么李渊是你母后最宠爱的外甥 你为了要当皇帝 绝对不能开罪母后 我也就信了你 可是到了今天 你当皇帝都过了十多年了 我还没见你有任何的行动 只见李渊他一年一年加冠进决 你要晓得 李渊手里握有强大的兵权 我必须要完善得不至妥当 才能够下手 万一逼反反而坏事 照你这么说 这仇就算了 不必报了 就让李渊当他的唐国公吧 不不 我一定会除掉他的 只要找到借口 我就做给你看 事情要看你办不办 借口还用得着找吗 丽华 好 我就给你一个借口 拥兵自重 一头谋反 好 好 各位 今天我们李家可以说是高鹏满座 赫赫一门 我李渊不胜感激 现在我要当众传下 我们李家祖传的宝宫 大郎 还是在 这次比剑引你的猎物最多 所以为父决定把李家祖传的宝宫传给你 来 望你而后报效国家做个忠臣 也不负大家对你的期望 谢父王 大郎 你是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很疲累的样子 孩儿不累 那你是酒喝多了 孩儿也没有多喝酒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 孩儿没有不高兴 好 那就好 开眼吧 来 来 李大爷请 李大爷请 二哥 李输了就输了 何必想不开 没事 没事 李青 二哥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不但你今天累我都没累到 还丢了一支剑 老四 你二哥的心事你不知道我知道 大哥 二哥什么心事 你是个傻子 你二哥的肠子趋里拐弯的 大哥 我 大哥你喝醉了 我送你进壶休息 不要放我 大哥 我告诉你 你的心思别以为谁都不知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建成 你在发什么酒疯 我根本就没有喝醉酒 怎么会发酒疯 不发酒疯 为什么当着宾客们如此的胡闹 你要知道 今天大家都是为了你得到宝宫才来祝贺的 这把宫我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这是二弟 故意让着我 我要得到宝宫也不能这样得到 定什么说是你二弟让着你的 父亲 你想过没有 凭着他的功法和奇术 怎么可能连一个猎物都没有得到 而且还丢了一支剑 好 二郎 这到底怎么回事去 真像你大哥说的那样吗 父亲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什么意思 我盼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成才 我才激励你们去争夺宝宫 我家一视同人 您先不求长进 一视同人 我家历代祖先 都是把宝宫传给长子的 如今 您却费尽了心思 总算传下了宝宫 表面上 您是在训斥二弟 您的心思 见诚明白 您 您要传宝固 就干脆传给他吧 不要当着我们那边寻斥二弟吗 放肆 父亲 您的大儿子 衍生就是这个心子 心里怎么想的 他也怎么说 不 不会像他 什么事都踩在肚子里 太不像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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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活了 姐夫 姐夫 我早担心这种做法会带来麻烦的 怎么连你也责怪我 姐夫 你如果早听我的 就不会发生这些个事情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没错 我知道很多话我是不应该说的 孩子不是我生的 但是他们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而且又有姐姐临终前对我的嘱咐 所以这些话我不能不说 公主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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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奶娘快点啦 奶娘 公主 来 坐 奶娘请喝水 谢谢 奶娘 你回家探亲 奶娘怎么这么几天又回来了呢 奶娘 你怎么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饿死了 我的小孙子 饿死了 我还不想给她 我潮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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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礼 通通下去 是 是 金儿, 你好大的胆子 没有奉旨就敢私自出宫 为父要处罚你 你知道朕要怎么处罚你吗? 我要罚你与朕尽善 父皇 父皇 好多天没见到你了 让父皇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想父皇啊 都是大姑娘了, 别这么没出息 平日你见朕像个百灵鸟似的话说不完 今天是怎么了? 父皇, 您还要去巡编吗? 当然了 巡编的目的是要让边塞的人知道我大随的国威 父皇 父皇, 您就别去了 怎么? 你担心父皇? 放心好了 父皇的身体好得很 还撑得住 父皇, 屠杰能永远向您称臣吗? 你长这么大怎么还说小孩子话 要是屠杰有反叛之举呢? 我为什么要把义成公主下带给他们和亲 屠杰一举一动, 父皇都清楚得很 义成公主是什么人? 他是你的大姑 身为皇室的女儿 名为和亲, 实为人质 为了自己的国家 敢冒生命的危险 把消息传递出来 这么说 他们只要一有动静 我们就可以立刻得到消息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是瞭如指掌 万一他们要起兵禁败 我们能有多少兵应战呢? 正值号令一下 天下人统统是镇的兵 不是这样吧 现在各地外民流离失所 田母荒芜 草木吃尽 路有恶福 百姓还能应征打仗吗? 饿肚子 真是笑话 若是把全国苍林打开 他们十年都吃不完 你这个小丫头 平常身居宫中你知道什么呢? 父皇 现在山东、山西、河南一带 已经吃尽了一切可食之物 人都在吃人了 你知道吗? 你 父皇 别跟为父打血了 快陈镇进山 来 父皇 你只想着寻避 想着炫耀国威 你没想到那些挖河的名副 抢吃深情的百姓 我爱父皇 他们也会一样爱父皇吗? 那些因征兵而荒田 因荒田而饥寒 应饥寒而吃人的人 我不知道 他们甘愿征战吗? 他们急了会吃人的 我想他们也能推倒大兴城墙 防火大随的 你知道吗? 父皇 你胡说 让我尽量尽你 那就准备了 这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我就给他来一个 大哥 大哥 不要来我 大哥 不管怎么样 世民共门座还是亲兄弟 亲兄弟 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哥 大哥 大公子 大哥 什么事 把这拿下来 大哥 我这里把这拿下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大哥 拿着 大哥 金铁 我要看看你的真本事 走 大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走 大哥 走 大哥 大哥 我叫你发箭 大哥 大哥 你我兄弟 怎能以箭相向呢 少跟我说这些 大哥 发箭 大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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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公子 大公子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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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都住手 住手 你们到底要我生还是要我死 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这个做姨娘的 为什么一直留在你们李家 老爷 你们的娘 在临死时仍然放心不下你们 百姓你们兄弟不合 逞强争盛 在令中的时候 拉着我要我答应 照顾你们 所以我耗尽了青春 留在李家 日夜为你们操心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们长大成人之后 手足相残 老爷 你们想过没有 天下的泛夫走足 都懂得保国为忠 世青为孝 有爱为人 你们出自官宦之家 兄弟姐 却连一点情谊都没有 倒把残杀同胞当作常事 将来 谁还能指望你们尽忠尽孝 行人呢 还有不孝 伤透姨娘的心罪该万死 我问你 你为什么连一个猎物也没打到 你 你不是所以让我难看吗 建成 听我说 那是你二弟看那些鸡鸣好可怜 都快饿死了 所以才把那些猎物送给那些鸡鸣冲击的 姨娘 你 你说什么 大哥 因为那些鸡鸣实在太饿了 看见能吃的就强 我于心不忍就把猎物给了他们 你 你为什么不早说 大哥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像是无理的跟你争那把红骨 我还算什么大哥 世民 世民 大哥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吧 大哥 大哥 事情不能全怪你一个人 也是我们也坦诚的民书 是吗 姨娘 我 大哥 世民 大哥 不要再说了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我们李家后代 真是有望了 我 我 是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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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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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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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钦差大人在等大人接旨 快快迎接 是 李渊接旨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拙世袭唐国公 山西河东辅慰大使李渊 即刻来芬扬行宫敬业 钦此谢恩 谢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大人稍作片刻 我入内更衣即刻启程 不必了 外面便有车轿 请大人立即动身 四公子 大公子 姨娘 皇上下旨召见父亲 对 大哥 父亲马上就要升官了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升官 皇上打老眼下指 还有什么事啊 你说是不是 也许是吧 完全错了 二哥 你成亲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我哪里错了 不是 元吉 元吉 世民 你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是的姨娘 孩儿发现外面明亏亮假的寄兵 不下百人 把父亲簇拥而去 那不是赵剑呢 恐怕赵剑只是名义 逮捕才是事实 那你说该怎么做呢 这 你别一直看我 有什么搜注意你说出来嘛 是啊 你说啊 哎呀 哎呀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嘛 在这个状况的时刻 还闹什么意见呢 世民 是 这样他们都没有什么意见 你就把你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吧 那还是自行做主啊 嗯 李星 在 立刻通知府内上上下下 对此事不得私下议论知不知道 是 快去 嗯 吴继兄 你要怕事的话就跟你哥哥一起走 建成 不得无礼 长孙公子 你还是放心的去离任就职吧 丽妹呢 就暂时住在这里 你不必担心了 多谢姨娘 哼 这个叫做庸人自扰 二哥啊 他心儿本来就多 所以才会东想西想的 皇上能把咱们老爷子怎么样 我李元吉跟大哥也不会放过他的 大哥 咱们何必像乞丐似的蹲在这啊 是啊 走 咱们放鹰去 对 放鹰去 走吧 长孙公子 真不好意思啊 他们年轻无知 请公子您千万别见笑 哦 哪的话 我跟我妹妹一样的 哦 世明啊 照你这么说 事情会更加严重啊 那 杨帝下召召见家父 家父临行前什么也没有交代 吴继兄 我看我与令妹的婚事 只好暂时挪后了 至于婚期嘛 也只有等家父回来 再行定夺了 妹妹 嗯 虽然你跟世明还没有完婚 你已经是李家的人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要忘了 你已经是李家的一份子了 哥 我知道 哦 姨娘 小妹自幼骄纵 还望您多加教导她 长孙公子 您请放心 哦 告辞了 慢走 多保重 保重 不过妹妹 请吧 谢谢 好 看他们一对逼人真是开心啊 但不知道姐夫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希望她平安无事才好 宣安山西河东府卫大使 韩国公李渊觐见 陈李渊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渊 你好大的胆子